挺艰苦的 网络在那边没法用 东西吃不惯 也没法沟通 天气很炎热 刚开始我去的时候我是很白白净净的一个小伙子 后来是为什么会变黑呢 是因为在厦门海风吹 太阳晒 再加上海底的那个紫外线折射 就是一天之内我就黑了将近20度 没想那么多 我以前不信邪 我也想人怎么可能会晒黑呢 但是 生活 给了我教训 从那次以后我去哪 而且冬天在屋子里我都会涂防晒 然后就每天就多吃点草莓 维生素C啊这些东西 然后多喝水 然后就在屋子里 在被里面去武汉 去把自己焖白 结果焖了三个月之后一点变化都没有 然后于是乎心灰意冷的我决定在家给自己放三个月的长假 这三个月里我可谓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最后我成功的白回来的门一丢丢 然后粉丝还挺好奇就是 之前那个动作少年别闻我的时候也有拍稳气 然后这次来台海洋宁里面也有吻戏 感觉有进步吗 可能说我吻戏看多了 看多了然后就稍微的进步了一点点 但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好值得炫耀的啊 不要再提这个吻戏的事情了啊 你会借位吗 还说说真亲啊 那你是真的亲 恶少的时候因为我年纪的问题 就是说有 对卫生年 然后就偶尔有几个镜头是借位的 现在看你现在会在害羞吗 当然会有 你用什么方式来缓解这个情绪啊 把他当成男人 把他当成男人 不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好像解释不过来了 就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 哦我想到了 意思是 哎呀算了解释不出来了 还是把他当成个白菜吧